第一次看到你不是藍色大門 那正好不是我的年紀 所以我的第一部電影 關於你是不能說的秘密 對 那時候你演過高中的少女 然後後來你演過社會底層的人物 然後又演過一些家庭主婦 對 就是你在什麼電影裡面突破 然後每一個人對你的印象 都還是很有氣質 然後很文藝氣息 不食人間煙火 我們在這個仿剛的過程就很好奇說 真實的你是什麼模樣 其實我們跟二三十年前的演員 非常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社群媒體 然後以前大家去認識一個演員 都是透過螢幕 大大小小的螢幕 他們可以透過化妝造型去扮演那個角色 可是我出道18年了 然後我做過大大小小的採訪 我有很多的曝光 所以大家對我本人 其實已經有一個既定的影響了 觀眾要完全的拿掉 對我這個既定的印象 進去一個戲院看戲 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覺得可能現在在這個時代 社群媒體這麼發達的時代 可能對很多演員來說的功課會是 你要怎麼把大家所熟知的 你的特質揉盡到角色裡是難得 對啊像這次的腿 你說我記得你好像在某個專方裡面講過說 你要選一個你扮演的角色 他的價值觀不能跟真實的你落差太多 可能你也會覺得說 那如果價值觀相近的話 會不會角色看起來都相似 但是其實在我的認定上 價值觀其實並不等同於性格 也並不等於他的職業 這個角色在這個戲劇當中 面對的各種種種的困難 他怎麼去處理跟面對 都是不一樣的 雖然可能那個價值觀某些是很雷同的 但是並不等同於我剛剛上述的這些 所以他還是有白白這種可能性 會不會是你在你的真實生活中 有一些拘束讓你透過你演的各種作品來抒發或是 其實我私底下的生活比大家看到的更瘋狂 更無厘頭更喜感 只是我沒有任何的機會去有這種表述 其實我有看到你的IG上面發了一個你在跳舞的影片 那個是你最瘋的樣子嗎 也不是 也不是 那是什麼樣子 面相還是有非常非常多元跟多種樣子 但很多朋友私底下看到我都覺得 天啊你太具喜感太適合演喜劇 可是對我來說是我完全不知道 我那個只是日常生活的樣子 所以不是真的不是只有大家看到的樣子 其實有的時候大家認識的我跟我認識 大家我的朋友家人認識的我還是有某種誤區的 你有三種面貌吧 第一種好像是那種很完美又很有距離的感覺 就會有一種這個女生是不是活在雜誌裡 這個女生活在法國 然後又有一種是你在蔡阿嘎的專訪裡面被逗得很開心 或是將近十年前那個沈春華Live Show裡面聊天很羞澀 真的謝謝你們 對 就是第二種你 然後第三種就是社群上面一下瘋狂一下生日發一篇文 謝謝大家很謙虛的樣子 就覺得你很多元 我就一直在想哪個才是真正的桂倫妹 我覺得我不算是認識自己的一個人 我覺得一直好像在變化當中 我也沒有很認真的去想過這一題 然後我總是半開玩笑的說 如果有一天我吸引了不演出了 把這些影片所有集結起來 或許就會是真正的桂倫妹 我覺得剛好我這個年紀的成長的背景是很傳統的 大家對愛的表述也相對很保守 然後但是我們所接收到的資訊 其實又有很多來自西方的東西 你又有向往自由的 包括自己在國外念書的那個 那個氛圍的影響 所以其實你有的時候一隻腳是踏在傳統裡 一隻腳你是想要賣出去的 可是有的時候你那隻腳 說不知還在原地踏步呢 就是你講的那一份向往自由 但是回過頭來其實挺孤獨的 因為總是在糾結矛盾 內部的邁出去應該跨多大或多遠 你有一個堅守自己的私生活不能曝光 但是媒體不斷關心的時候 你也基於你的體貼 你必須透露某部分的自己 這是一種辛苦 謝謝你 的確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非常需要自己生活的人 就是我覺得那一塊是我刻意保護的範圍 那我覺得有那個東西我才能感覺舒服 所以就像你剛剛提到的社群媒體 某部分是因為我需要這樣子的私生活的空間 另一部分是 我始終好像還停留在那種非常老派 覺得這種社群媒體應該就是要 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或者是 特別要公開的資訊啊 其實我還沒有進步到 好像它是一個日常 對 很平凡 對 沒有什麼就可以發文的階段 對 你是一個很尊重傳統的人 我感覺到 那一定也很尊重長輩 尊重長輩就會 也很尊重他們對你的期許 那你要怎麼拿捏他們的期許 跟你想要的樣子 其實我並不會去符合他們的期待 嗯 我覺得去符合他人期待 往往效果都不太好 嗯 我覺得反而是 你必須一直回問自己這個 這個事情是不是你喜愛的 然後如果是喜愛的 就好好的實踐它 然後當然我會 在意我在意的長輩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去全然的 follow或者是遵循 我覺得並不是一件適合我的事情 然後一直走到現在我才真心的覺得 你還是必須要遵循一條你自己舒服的路線 當你遇到溝通上摩擦的時候 你會怎麼處理 繼續溝通 嗯 跟不放置溝通 嗯 我覺得溝通的過程並不是我說服你 或是我要你認同我 而是我希望表達我在想什麼 我的感受是什麼 我也想聽你在想什麼 但是說不定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並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共識 但是也沒有關係 我還是希望我能告訴你 或是你能告訴我 我覺得那個 有的時候聽覺得是有趣的 它是會是某種植入 你可能半個月後或一個月後 它就消化成某些東西了 以前我會覺得說 有些話我說出來對關係沒有幫助 我選擇不說 我發現這並不是很好的處理方式 不說的人不舒服 然後很壓抑 你可能漸漸扭曲你就變形了 然後反而跟另外一個 你在意的那個對象的關係 會張力越來越大 可是其實兩相並都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還不如說出來 當下並不了解 可是日後應該會有一些化學反應的變化 所以我還是會盡量的表達 不然我覺得有遺憾 你相信有一個人會真正理解你嗎 我覺得這件事並沒有那麼重要 我覺得互相表達對這件事情的看法跟感受 那我們能不能一起有一個同樣的方向去執行它 這個比較重要 那如果是自由的 是不是我們就不能佔有 也不應該佔有吧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想要互相的陪伴 那都是心甘情願的這麼做 那佔有本身是一種框架跟限制吧 你有沒有過 還在佔有別人那個階段的自己 曾經當然會啊 好希望這段關係能夠長久永遠的 怎麼樣 可是你漸漸發現這個觀念好像這個做法並不是好的 它應該是兩個人彼此有空間呼吸的 那個在一起的狀態不是佔有 而是彼此都願意在彼此的身邊 然後聽得懂彼此在說什麼 能夠分享生活的各種感覺 那才是真正對我而言有感受的 我想到之前做了一個專訪是 我跟我媽的專訪 我跟我媽說 我想要活的是黃山廖的人生 而不是媽媽的兒子的人生 但媽媽的回答是 黃山廖跟我的兒子不是同一件事情嗎 我會多站在他們的立場多想很多事 在我們三人的關係裡 我會把我退到比較後面 因為我覺得這樣他們的快樂好重要喔 因為我不知道我能陪伴他們多長時間了 那在這麼有限的時間裡 好像去討論這些價值觀啊 你能不能認同我 你理不理不理我 這些事情已經對我而言退到比較後面了 我很希望他們能夠快樂的 在這段日子裡活著 以前的你可能會很想要自由 然後不斷想要逼迫他們 你們為什麼不理解我 是 可是漸漸的你會發現 他們的價值觀就已經固守在那裡 他們用這樣的生活方式已經活了六七十年 為什麼 我怎麼可能輕易的去打破這些東西呢 那與其去撞破頭勢的去fight這個事情 那倒不如我在我自己的領域裡去堅守這個 但在我們的親子關係裡我讓他們感受愉快 除了我們在抵抗不要成為爸媽期待的樣子之外 你覺得爸媽也曾經讓你變成你不喜歡的樣子嗎 我覺得他們總是會對你有他們想像中的期待 對 但是可能在念書的過程裡 你總是會有自己的喜好 然後形塑成某一種你的性格 可是他們並沒有完整的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他並不是隨時隨地的跟你聊很多的天 真正認真的認識你在做什麼喜歡什麼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絕對的落差 當然我覺得基於他們對我的愛 他們還是放手讓我去做 但是我絕對的相信 我站在他們立場那個是有多擔心 多焦慮 多害怕小孩受傷 過了30之後你覺得你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我覺得我好像漸漸懂得放鬆這件事 然後當然我周邊很多人都會一直提醒我這個事情 因為好像我每次對待工作都會很嚴肅的 甚至有點簡視性的去面對 但是我現在好像越來越遵從自己的節奏 然後也懂得缺陷的美麗 電影裡面那段關係裡面很不離不棄 那即使劈腿了也要繼續糾結的在一起 如果這樣的情況套用在你身上 你會怎麼樣做選擇 就是每個人去定義劈腿的定義不太一樣 原因也很多種 不太能概觀論定 然後我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冷靜的跟對方討論 這個問題是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繼續下去 好理想的處理方式 你當下當然會有情緒上的反應 但是我會更希望把那個情緒放在後面一點 我們先理性的討論一下 要不然其實可能互相彼此還是深愛對方的 只是可能因為生理上的慾望 或是等等其他原因造成了一種錯誤 而你們沒有好好的溝通 就造成了一個關係有可能的遺憾 我覺得其實挺不值得的吧 我的愛情會覺得一起平鑑的愛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覺得當一個關係是一直處於一個比較辛苦的狀態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照顧好自己 我們就更不可能照顧好這一段關係 我覺得這個想法還滿好的 但是我另一個想法也是覺得說 兩個人是獨立的個體 每個人都要照顧好自己 你們的關係才有可能健康而往前 當我意識到對方有想要分開的念頭 或是說他可能對於關係比較絕望的時候 我會主動先說要分開 太傷心了 對曾經有過這樣子 但其實那個當下我只是在 因為你害怕對方真的說出來 對所以我就發現說好像長大就是一個不斷告別的過程 你有過這個感覺嗎 我們拍戲尤其是吧 你很緊密很緊密的跟一群人創作 好幾個月生活在一起每天見面 可是突然跟你說殺青 就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又活到一個人的生活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第一次的第一部電影《藍色大門》 我們在海邊結束拍戲 導演說殺青就是再見 可是我們包括前期一整個月的表演訓練拍攝 可能接下來算下來應該也有三四個月 感覺真的是像家人朋友一樣 你每天見面 然後在海邊突然說殺青就是大家結束 我當下真心覺得 我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這些人了 我就崩潰大哭 可是其實不然嘛 就是其實你後來長大才知道 你有一些關係好好的認真的經營他 好好的珍惜這些關係 他還是會持續的 但當下就是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你覺得 什麼樣的人適合看 腿這部電影啊 任何人 所有人都適合看 因為他很輕鬆 很幽默 有趣 但如果你想要看一個 滿深刻的愛情故事 其實他也有 因為不滿您說我自己看完那個金馬放映的那天 當天 我看完是哭了 我很少看自己的電影會有這樣的反應 你們在電影裡面愛情的開始是從國標舞對不對 我覺得那不是一個單純的戀愛 就像是你們會發現你們除了愛情之外 有其他地方也契合 因為其實國標舞它是一個由男性為主軸帶領的舞蹈 而它的下盤是貼得很緊的 剛開始這段的情侶的關係是由男性帶著女性一起前進的 包括他們有性的慾望 然後一起對於未來對於夢想有很多的嚮往 可是當這個男的腿瘸了 我們沒有辦法再繼續跳舞了 我下盤不貼合在一起了 我的床地關係出現問題 所謂的劈腿小三的狀況出現 然後我們那個舞蹈 男性已經沒有辦法再成為中軸的時候 女性是一直牽著那個手 想要把這個圈子繞起來 想要把這個舞蹈再跳起來的 可是這個舞蹈就不是女性帶領的 所以她帶領得非常的吃力 最後只是分崩離析 只是所有事情都瓦解了 對 其實是很貼合這個舞蹈的 然後始終這個女性一直抓著這個手不放到最後 她始終還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夠 像我們曾經跳舞那樣的飛揚 但其實女生已經在過程中被傷害了 她還可以記得對方最好的樣子 我覺得她一直有看到 她不是記得 所以我就說 兩個人的關係我覺得很棒的是欣賞對方的優點 你能一直看見對方最好的樣子 才能讓關係一直一直的走下去 就會 pops up 我們有一次的把握的手 會的 有一次的把握 身體 也有為你 感谢观看